Hello 大家好 我是小妹 今天呢 给大家介绍的是一款呢 是自身牌 龙泊超昆帕自身牌 另外一款呢 是艾凯 我们先打开看一下 这款呢 是一个龙亚色的这样的一个自身牌啊 龙泊超昆帕的 另外一个呢 是这样一个洛翁形状的一个艾凯 我们先来看一下师傅的自身牌 这款师傅的自身牌呢 是龙泊超昆帕 龙泊超昆帕的自身牌 是2566年的 这个也是有原装的这样的一个庙盒 我们打开来放旁边 那这个呢 是这样的一个龙亚色 龙亚色是一个绿色款的 我们把它打开来吧 打开来会比较清楚一些 那这样子你们看 就会比较容易 比较好看一点 嗯 是不是这样的一个自身牌 那这款的话不是在万回顿庙家持的 师傅 是去到另外一个庙啊 帮忙另外一个庙的寺庙里面 然后起伏家持的 他的这样的一个自身牌啊 然后师傅的自身牌呢 他的菩提禅定是相当的高的啊 是非常的好 然后呢 他的这样的一个自身牌 有什么样的功效呢 他其实是可以帮助身体健康的 还能够帮助辟邪挡下去脏 那么如果是说还可以帮忙做到开运的哈 那么讲一下龙婆帕师傅呢 他是泰国乌文汉的老师傅了哈 他现在呢 已经快一百岁了哦 已经快要一百岁了 看一下背面的秧啊 也是非常的好的啊 然后师傅在泰国呢 也是受到很多人的尊重以及尊敬的哈 那么他呢 十分的擅长驱邪 控灵 解降 党灾 泰国人呢 都就是都非常的相信他 尊敬他啦 我刚刚也讲的了哈 还有呢 就是他会司法念念咒啊 让那个不好的磁场啊 比如说鬼啊 这些 他会让他感到恐怖这样咯 然后看起来凶悍的表情呢 那也可以看出来他是一个法力相当高强 极高的这样的一个驱魔人啊 师傅呢 他出生的时候呢 他的额头有一块地方是凸起的 据称呢 就因此呢啊 天生就拥有这样能够通鬼神 甚至预知的这样的一个天赋啊 师傅主要的一些法门呢 是跟着一名东北著名的法师学习的 该法师呢 是白衣阿沾 有不少有不少的东西 以及圣物擅长控灵驱魔 还有就是用草药来制作圣物 或者是解降 克制一些黑法术啊 黑巫术啊这样的一个东西了哈 就是非常厉害的这样的一个法称 龙博帕呢 继承该法门后呢 就利用所学的东西帮助大家 而师傅呢 也得知许多知名大师傅 学习各种的法门 于是呢 他在早年间呢 早年间的太北 太北的东北呢 十分偏壤 捆穷 现在呢 也是师傅总是骑着哈 呃 总是要去找帮 需要帮助 以及需要协助的这样的人呢哈 师傅呢 他也擅长运用法术 来用草药专门治病救人哈 最厉害的还是驱斜控灵素哈 呃 当时呢 在那个地方很多人受到 因为地方比较偏僻嘛 很多人受到骚扰啊 但就师傅呢 就经常会受 受邀了啊 受邀去 呃 驱鬼啊 或者是驱灵啊 这些啊 师傅都很乐意的去出马 帮忙解决啊 直到呢 泰国的东北啊 泰国的东北部啊 就恢复平静这样子哈 也都靠大师傅啊 可以 谢谢大家支持 呃 这款颜色也是不错的啊 是一个呃 聋哑的色 呃 希望最呢 可以帮忙小妹点点订阅 以及关注啊 在上方 上方 谢谢 那我们再来给大家看第二款牌吧 来给大家看第二款牌啊 这款呢 是有这样的一个 原装的这样的一个妙盒啊 大家已经有看到了哈 这样的一个妙盒 来 我们看一下这款牌 等一下啊 我给大家照镜一下 它是这样的一个圆形的 这样的一个爱恺 我们应该有看到了哈 它的消息呢 就是有一点点像 露翁一样的啊 露翁一样的 嗯 可以看到啊 然后转 那左右两边也是有摆这样的 这样的那个像凤房啊 来 这样子转 它是一个双面的啊 两边都有这样的一个造型 那么这款的话是由艾凯妙啊 艾凯妙啊 开光起伏加持的啊 大法费啊 妙名是 我喜马拍喜啊 佛丽是二五六五年了啊 这款是二五六五年了啊 这样的一款艾凯 那么艾凯的主要的功效就是招财 招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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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 真的是招财的哈 艾凯呢 是他年少的时候的这样的一个称呼 在两三百年前呢 很年轻就死掉的人这样子啊 他天资聪明 从小小时候呢 就一直跟随在龙普拓的身边 学习法门啊 修苦刑法 也学到了不少的法术 直到龙普拓到了泰南的一个村庄 在残座中呢 得知附近有一间庙宇将来会很出名 就叫艾凯留在了这间庙宇啊 然后呢 手就让艾凯留在一个庙宇 守着这庙宇 龙普拓交代艾凯呢 驻守场地呢 当然呢 有人经过想要对这块宝地游手 破坏 那么艾凯呢 就要施法赶走 艾凯年轻就走 然后呢 他奉龙普拓之命呢 看守着一个庙宇 还一直等待龙普拓能够回庙 所以呢 艾凯呢 他也是为庙童 仙童 金童子 这样子的哈 在当地呢 留住者呢 毕竟就是经过必须先拜一头 当然呢 有些很多好赌之人呢 甚至 比如说那种想要种偏财运的人呢 就开始来求艾凯呢 艾凯呢 他就很乐意地去帮助他们 可以说是有求必应 当然呢 就给当地带来了很多人的好运啊 那么当然捐款的人也就越来越多 后来就修建了一间庙宇啊 这个庙宇呢 也是相当的出名 因为艾凯的原因啊 他就帮助了很多的人呢 所以呢 这款的招财非常好的 谢谢大家支持